各位老师 各位同仁 武安 当然我的开场跟刚刚这个刘老师一样 接到消息 第一个反应就是 为什么不是洪老师跟张海超老师讲 然后刘伍宏就说 就是他们两个叫我们两个讲 所以 我的确关心这件事情很久了 但是要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要感谢这个机会 我们好好地整理了一遍 我原先在写摘要的时候 认为我可以写个五十年 但是到后面我发现 我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七十二年版 所以今天 而且我写到最后发现 我四十分钟绝对也讲不完 今天准备的东西 所以我就在昨天晚上九点钟停下来了 因此我其实 对不起办不到这件事 但是七十二年的课本 实际的结束是在民国八十八年 所以八十八年以后 大概都是我在座的所有人都实际参与 而且还记得的事情 那我们等一下在讨论的时候 可以再聊一聊 那我选择民国五十一年开始 对 我写了原稿 就是几乎我全部想要讲的话都写下来了 因为这个演讲 我相信我只会讲今天一次 所以我也不打算把这个投影片 做得很好 我也不打算背得很清楚 要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今天会有一大部分 我打算念稿 如果手上没有的话 就请你听一听 不然的话就是回去以后 请你下载这个稿件 为什么选择五十一年开始 跟这本书很有关系 因为李建新教授 在台湾教育发展史 这本书里面透露一个讯息 他说国民政府 大约是从民国五十一年 才开始任分要留在台湾 所以他开始了政治跟军事以外的治理 可以说台湾的大环境 大约从民国四十五年才开始稳定 而国民政府 从汲取台湾资源而准备反攻 到认真看待台湾的内政 包括教育在内的一个分水岭 是民国五十一年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证据 这在152页的时候 李建新老师又写 自民国五十一年起 积极从事内政改革 称为宁静革命 在我们的教育上面 我看到两件事情 也支持五十一年当作一个分水岭 第一就是 当我们到国立编义馆里面 以前的国立编义馆的图书室里面 去找教科书的时候 我发现至少高中这一部分 是五十一年开始才有收藏的 第二件事是在我国的体制里面 本来就有所谓的全国教育会议 只是并没有规定什么时候要开会 前三次的会议 依序发生在民国十七年 十九年跟二十八年 后来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知道 所以第四次会议 恰好就是民国五十一年 所以看起来 李坚新教授说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能够找到最早的书 高中课本就从五十一年开始 我认为那个时候是无纲多本 事实上是有纲的 有标准的 民国五十一年七月 教育部发布了一份 修正公布中学课程标准的文件 可是那个课程标准的文件 跟今天的课纲比起来 实在是差了太远 它大概只有三页 就非常粗略地讲过去 所以可以说是 就是无纲多本 有很多很多的出版社 包括有什么开明 复兴 正宗这些书局 而教科书的作者 也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几乎全部都是撤退过来的 大陆的年轻人 而且当在他们写教科书的时候 某几位老师后来到了大学去教书 但是当他们在写教科书的时候 都是高中的老师 像这一位彭老师是竹中的 是新知名校长从湖南请来的一位老师 后来还看到 反正传统的几个高中 台中一中 建中 新竹中学 台南中学 都有老师写了课本 那么所以呢 当时的一个特征 就是无纲多本 那因为基本上没有纲要 所以那个课本与课本之间的差距 是非常大的 我们今天所谓的一纲多本 从民国84年左右开始推行这件事情 我相信那个理想是像这样的 就是各家课本呢 应该要表现出来每一个作者的风格 然后每一个作者注重的东西 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 可以容许不同 那么我们在53年以前的课本 看到这个状况 但是反而比今天的一纲多本呢 要分歧得多 今天的一纲多本其实太相近了 这是我们觉得 就是回顾一下 我们觉得该 就是今天的我们该要反省的事情 当时还有一个特色呢 是单科成册 就是一本书 就是一个名字 那里面就是一个主题 比如说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本 就是平面三角学 这是高一的课本 这是高一的课本 那这一边看到的是 对不起这稍微后面一点了 这个反正这是自然组高三的课本 高中的解析几何 这一位霍树南老师 是带着 他是山东一所中学的校长 我们可能知道 山东有一群一群的流亡学生 经过澎湖到台湾 很多人读了园林实验中学 那他是带着三百多个学生 到台湾的其中一位校长 后来他好像陆续在台中一中 中兴大学都教过书 我在黄武雄老师的回忆录里面 看到这位老师的名字 那个时候的 就是单科成册的这个习惯 显然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是宁为块状的主题结构 就是今天我们的高中课本 就是一大块一大块一大块的 那这个习惯 我觉得是非常明显 就是从那个时代延续到今天的 那么为什么 我们有一个相对的说法 跟这个宁城块状的课程结构 另外一个说法叫螺旋式 我个人认为宁城块状 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 就是它比较像chapter 就是一张一张的 然后这一张就是一个 很大的内容跟主题 那么看看小学课本 通常不是chapter by chapter 是lesson by lesson 第一课 第二课 第三课 然后每一课都短一点 然后这个课与课之间没有 就不会说凝聚在同一个主题上 一直发展 可能会持续着慢慢地 把许多的主题 一样一样地拿进来 说数学也许还 我觉得不容易想象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刚开始学英文的英文课本 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你英文课本一开始的时候 不可能说我今天全部讲名词 然后下一个星期 我们全部讲动词 然后再下个星期 我们讲过去式 不可能这样做的 我们要有先获得了足够多的基本知识 将来才能够一块一块地学东西 所以小学课本常常是一课一课的发展 但是到了大学很明显的是 一册一册 或者一张一张的发展 一个chapter的发展 可是那放在中间的国中跟高中 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个 从淡水到咸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为什么这个过渡的过程会到今天 都还这么的困难 我认为这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 多想想的事情 53年就应该要有一个分离了 对不起 我的投影片这里没做好 这中间呢 我想要再说一件事 我等一下想要深入几个 我关心的主题 深入那几个主题来 利用那个主题 看看我们这个课程的演变 这里我要说的第一个主题 是怠数基本定理 怠数基本定理在当时 大概都放在高二 高二的那个高中怠数的那一册里面 各个版本都会有一张 叫做方程式论 而方程式论里面 又一定会有怠数基本定理 至于这个定理的证明呢 的说明呢 通常都会说高斯证明了它 但是呢 几乎每一本书都用一样的话 来说怎么证明 因为超出本书的范围 所以重略 那各家版本对这个证明的叙述 大概也都一样 一定会先说存在一个复述根 然后呢 那个证明重略 然后就会正经八百的证明 一定会有N个复述根 每一本都是这样写的 那么 因为五十一年以前的课程 已经不可考了 所以我就认为 反正怠数基本定理 就是有史以来 就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这个定理 从有史以来 就是不可证明的 就是超出了我们的范围的 既然它一直是超出 我们的知识范围的 但是为什么就一直放在 我们的课本里面呢 就是大家就一直这样说 说说说 说到了今天 那这是我觉得是很 很值得 去再想一想的 可是这个定理有没有用 在高中里面 我个人认为 是找不到理由来支持他 究竟有什么后续的课程 是需要用到这个理论的 其实是没有 但是呢 大部分的理工的学生 进入自然科系以后 在大一到大三之间 总会碰到 一个方针有N个 负数的特征值 的这个定理 那通常线性怠数里面 不会再说怠数基本定理 他们就会直接引述 这么一个大理论 然后就说 一定一共会有N个 所以如果拿这个高中数学 为了大学的这个基础 作为一个准备的教育来看的话 那么怠数基本定理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道理 可以放在课程里面的 好了 我的讨论就先到这里为止 53年呢 开始了一个新的状态 就是呢 民国53年3月29号 我不知道那天为什么 需要上班 总之 那个文件的日期 是打在这一天的 53年的3月29号 教育部针对数理科目 只有数理科目 颁布了高级中学数学教材大纲 和高级中学生物化学物理教材 编辑大纲 于是就有新的自然科学 跟数学的课本发生了 跟过去极大不一样的事情就是 开始用学期一测一测的编 然后里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这么排下来 可是啊习惯入人之身嘛 虽然是这样 各位看范传波教授的这一个复兴版 他的高中数学的第一测底下 还特别打一个括号 说几何学 就是他就是延续着过去的习惯 一测里面就是应该是一个主题 还是沿着这个习惯来看 但是呢 这个教材特点呢 就是 它虽然还是 虽然是一测一测 然后一张一张的编 但是它还是维持着 这个单科成测的一个传统 但是 我等一下会看到一个细节 还有一个 在每一本书的 有一些书很夸张的 在它的封面上就说 它是按照SMSG的精神写的 那几乎每一本书 都会在它的前沿里面说到 它是符合SMSG的精神的 好 这又跟 刚刚说的建构 那个故事有点 有点像 那SMSG呢 其实它的全文就是 School Math Study Group 它就是一个研究群 这个研究群是美国 在西元1958年 受到苏联成功地 将一枚人造卫星 送上太空轨道的刺激 迅速地全国动员 而设计的新的数学教材 那么这个计划 在1977年正式终止 在它终止以前 名誉就不太好 最常看到的一种比喻 就是SMSG的小学课本 小学课本里面 有这样一段话 它说 你要加的 不是两根手指头 和三根手指头 你要加的是 二和三这两个概念 这是SMSG 这个很 传到今天的这个 算是笑话的事 那么总结这个失败呢 我很幸运 在大学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找到了 看到一本 Morris Klein 在1974年 写的一册小书 而且翻译成了中文 中文的名字叫做 为什么小强不会加 那个时候的小强 应该没有今天的意思 因为它就是翻译的 这个原文的书名叫做 Why Johnny Can't Add 为什么强尼不会加 后面的副标题 写的就是 The Failure of New Math 可是台湾呢 是标举着我们 按照SMSG的这个精神 来编了课本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在那个时代 资讯的流通的速度 应该非常的满 我觉得虽然大家都这么说 但实际受到的影响 是少的 那比如说 王文思老师的 大宗书局的第一册 刚刚看到嘛 那个范教授说 第一册就是几何学 您看到这个内容呢 其实跟过去的 高一的那个 平面几何 其实是内容差不多 它还是就是几何 或者是最多可以说 是解析几何 基本上就是平面几何 你就是还是几何 对不起 我要收回刚刚那句话 基本上是几何 我要加的一句话是 在民国六十年以前 只要说几何 就是在教几何的时候 是平面跟立体 基本上不分的 这是我个人非常 支持的一件事 因为平面这件事情 很严格的说 其实是在生活中不存在 所有我们说的平面的事 都是为了处理空间的问题 化减之后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那我们从六十年以来 民国六十年版本以来 渐渐地把平面几何 从国中开始 越来越限缩在 纯粹的平面几何 使得高中二年级 突然一下空间几何出现的时候 反而变得很突兀 虽然每一个人 都生活在这个空间里 但是好像觉得空间很难 空间很抽象 这是奇怪的事情 因为照理说 应该平面才抽象 因为那是我们想出来的事 它不是我们真正生活的世界 当我在看英国 跟德国的教材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大不一样的事 当他们讲平面几何的时候 每一章每一节 每一份习题 都有空间中的例子 它那个空间中的例子 只不过就是在空间中 布了一个平面几何的题目 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务实的做法 你学了平面几何的 一些抽象的事情 在实际的空间中 你可以应用它来处理 这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回到这一章 我真的想要说的事情是 其实骨子里面 虽然大家都说SMSG 但是骨子里面 我们还是用过去的方式 高一一进来就先学几何 但是为了要反映SMSG 所以就加了几何 这一章在最前面 以前没有 51年到53年之间的 应该说到55年之间的 那一段的课本 不会特别强调 几何跟逻辑 但是53年以后的课本 大概第一章都要说 都要说几何 那么这个56年 审定出版的 这个正宗书局的第四册 这里想要表现的是 从那个时代开始 也是从书上我才知道 早就分了自然组跟社会组 所以课本就有 自然组的课本 跟社会组的课本 可是自然组 跟社会组的课本 并没有按照 这两组的学生的信向 跟他未来的 可能的发展 做 我这样说也许是有点错 但是我的观察是 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任何的 为他们特殊的设计 就是让社会组的课本 薄一点 少一点 东西也许慢一点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四册 从头到这里 到第八节 通通都是自然组 跟社会组是一样的 第四册 那第四册的自然组 多了后面这两项 那不要以为社会组没有 他在第五册 而且呢 如果 因为这个正宗书局 我找不到第五册 所以呢 我用了东华书局 东华书局的第四册 跟第五册 第四册是自然组有几率 第五册的社会组 就开始有几率了 他们各有十五页 这十五页 我从第一页比到最后一页 虽然它的排版 前后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对得上 但是我会发现 我认为 事实上每个字都一样 在那十五页里面 只有一幅图不一样 就是有一个例子 这个习题里面 有一个例题在拨杯 那拨杯的时候 他画了这个杯 然后 就这个图不一样 只有这两幅图 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 虽然有社会组 跟自然组织分 但是并没有 为这两组的学生 去思考 他们可以 有些什么样 不一样的 这个学习的方法 那么 这里谈到了几率 就要说到呢 其实这是我国的 中学课程里面 第一次出现几率 53年 第一次出现几率 出现的 这个分量很少 我刚刚说 东华版只有十五页 而且它是我看过的 版本里面 页数最多的 好 53年版 有一个跟以前 不太一样的事情 就是以前的中学课本 全部都是中学老师写的 53年开始 多了两位大学教授 一位台师大的 范传波教授 在传记文学里面 有过他的一篇 算是专访吧 就是传记 有人写了 范老师的传记 他是台湾数学教育的 先驱者 那第二个版本 另外一个大学教授 写的版本 就是东华版 是李新鸣校长写的 李新鸣校长 我称为校长 因为他是 我们中央大学的 台湾副校的第一位校长 我们 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人 那 所以我这边举的是 这个李校长的东华版 从当时的这个 很少的几率里面来看呢 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啊 尽管这是我国的学生 首次学习几率 当时的国中也是没有几率的 但是在很短的篇幅里面 就要从古典几率的定义开始 学到独立事件 重复试验 和期望值 15页而已 OK 那么这套 而且呢 这套课程的两项 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 跟国外不同的 基本假设 一直沿用到今天 包括107课纲草案 这两个假设就是 要先学集合 才能学几率 因为集合的样本 事件什么的 全部都要用集合 这个观念来说 而且我们的老师 跟我们的教材 只要说两个集合 会有交集的时候 就不能不讨论 那个交集 也就是说 我们不会讨论 互斥的事件 因为我们都很习惯 两个一般的集合 不会没有交集的 就是一定要讨论 有交集的状况 所以什么核叉 那叫什么 假法原理 那些事件就要进来 那搞的事情 就有点复杂 你看看外国的课本 当他们在处理 机率的时候 基本上全部用树状图 当你用树状图 画出这个或那个的时候 他们是exclusive or 它那个或是没有交集的 我选到的东西 不是黑的 就是白的 不会有交集 不会又黑又白 所以一个黑的状况 跟一个白的状况 就分了两支 这两支就分别处理 他们的机率 当这两个机率 要加在一起的时候 不用再小心 它有一个交集 然后你要减掉它 但是我国的教材 一定要这样子 认真的说它 第二件事就是 机率一定要在排列组合之后 因为我们一做机率 就要算有几个 也要算几个 我们的排列组合 甚至于环状 可翻转的排列 通通都要出现 就好像这一大块的知识 全部都要学起来 我们才能够算清楚 数清楚 一共有几个 然后才能够做下一件事 这使得我国的机率课程 向来放在 整个数学课程 偏后面的地方 在国中 在国三 在高中的话 是高二高三的事 但是 其他国家的机率 都在很早的时候 就陆陆续续 配合着学习 数语量 就慢慢地开始了 这个思想呢 我也觉得 这边是个源头 在民国五十三年版的时候 就用这个思想来考虑几率 所以几率就要放在 集合论和 也许没有集合论这么严重 反正就要放在 集合 这个观念跟符号系统 和排列组合的技术 的后面 这使得我们 发展几率课程 受到很大的限制 民国六十年呢 又是下一个 所以我刚刚又漏掉一件事 漏掉李新明校长 李新明呢 是属于这个 受到战乱 而中断学习的那一代 他在民国五十年 获得美国 康奈尔大学的 数学博士回国 回国的时候 已经四十六岁了 照今天的标准来说 年纪有点大 但是呢 他出国留学前 在教育界 就已经有非常丰富的 服务成就 所以一回来 就是清大跟师大的 和平教授 而且他始创了 清华大学的 数学研究所跟大学部 我要交代这件事 是因为 东华版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声势很大 因为领头的人 是李新明教授 后面又排了 好几位的老师 其实都是 后来是教授 都是我们很多人 我啦 可能绝对不是你们 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是赫赫有名的教授 排在这一本 这个高中课本上面 所以这一本书呢 在当时有蛮多 进步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 我要特别拿出来说呢 就是线性规划 在当时呢 这个解析几何那一册里面 一定会有平行直线系 还有很多系 通过一点的直线系 一个圆的切线系 很多很多这种 直线系的课程 而几书每一个课本 都有这些事 只有李新明老师的课本 有一个特殊的例子 就是先行规划 就是三 用两三 当时只有两条 两条直线不等式 画出一个区域 当然还有X轴Y轴 在第一项先画出一个区域 然后这个区域里面 要找到可行节 然后要找到这个最大 目标函数的最大或最小 但是呢 当时一共只花了一页而已 就是做了一个例题 然后后面又举了两个 在习题里面又放了两个习题 那是53年版的时候 到了60年版综合数学的时代 这是黄武雄教授说的话 到了这个时代呢 其实一共有四种不同的课本 在这四种不同的课本里面 因为那时候又有一个 我这边写了 民国60年2月宣布的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在这个课程标准里面 不容 不容 二元一次 连历不等式出现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它出来 所以呢 李新明教授的 前面那个版本的线性规划 就没有地方可以摆进来了 本来它应该就 也许就可以消失了 但是因为第六册 每一本书的第六册 大概都只有三四十页 是真正在讲第六册 就是高三下学期的内容 跟我们今天很像 后面有一大堆的页数 少值了三十页 是黄敏黄教授写的最少 多呢 就是范传波教授写的最多 他也一百八十页 全部都是总复习 那么李新明 对 李新明教授就在他的 第六册的总复习里面 偷偷的 也不是偷偷 反正就是他还是塞进去了 线性规划的那一道立题 跟过去的两个习题 所以线性规划 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被塞进了我们的课程里面 然后一直流过了六零年代 一直是小小的一个主题 可是等一下我们讲到 七十二年版的国编版的时候 他突然变成一整一整个节 一大章里面的一大节 而且那一节的篇幅分量 是整本书里面最后的一节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改变 就是过去也许是一个很特殊的小例子 而且还蛮有趣的一个小例子 但是七十二年版以后 线性规划就变成一个大的主题了 而那个主题就再也没有消失了 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所有阶段的高中课程 就一直在里面 到了六十年版 也许你可以说它是SMSG的一个反扑 所以您看到我们刚刚说 一共有四个版本 数理图书公司出了两个版 传播教授的跟荒敏荒教授 一个师大版一个台大版 然后东华版就是青大版 然后实验版其实还是台大版 是黄雄教授的实验版 这四个版本的第一章或第零章 你看到这是好像我们有史以来 在他之前 在他的后 空前绝后 没有这么friendly的一个标题 怎样学习数学 什么是数学 黄敏荒教授在那个时候就写了 十一种语言 所以这是我找到最早的一个说法 东华版就是禁告读者 为什么要学习数学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表面 就是他看起来好像要尊尊善诱的 跟学生搏感情 你要喜欢数学 你要需要数学 但事实上你看他的内容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不但是保留了集合那个主题 逻辑也放进来 而且时数的完备性 数列的极限 我自己是这一代的高中生 通通在高一 所以事实上他用一个很和海可亲的 口吻跟你 或笔调跟你说话 但事实上那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这是刚刚看到的是第一侧 现在看到的是第二侧 我们在第二侧的时候 通通都学到了时数的完备性 学到了极限 但是再回顾一下这两侧 各位左右对照地看一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有一个课程刚要在发挥作用了 这是大家的进度差不了太多 但是同时他仍然是保持了每一个作者的风格 至少从附路看得出来 是相当的不一样 所以当时的一缸多本 所以在六十年代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一缸多本的时代了 那当时的一缸多本呢 比我们现在的这个一缸多本 好像还要再更淋漓尽致一点 那我要说一个特殊的事情了 向量 在民国五十一年跟五十三年的时候 在解析几何里面 或者在大概都是解析几何里面 会有一节向量 那个向量讲的是很少的 也许只是为了搭配物理上面的一些应用 并没有把它独立变成一个重要的主题 但是六十年版开始 向量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了 而且它不只用一个chapter来说 常常用到两三个chapter 像这个树里的范版在第三册 用第三章跟第四章 把三角全部讲完之后 然后第五章讲向量 我这边还要说的是 每一位作者在讲向量 以及向量跟三角 怎么搭配来发展出向量跟三角 跟解析几何融合的知识 的这个手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范教授的版本 是把三角的课题全部完成了 才发展向量 可是黄敏晃教授的版本却是缩一点点三角 缩一点点向量 但是用向量来发展了 核角插角公式跟郑宇贤定理 他用向量的方法来发展了这个定理 但是东华版 李新明教授的版本的整个风格又极度不同了 我个人的解读是 东华版是朝着线性怠速在发展 他强调的是线性组合 基底变换 虽然每一版本都有说基底 但是把基底变换 事实上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在高三的时候 有椭圆的旋转 但是很多书 不是用线性变换的眼光来看这件事 是那个坐标的一种变化关系 反正就是连立方程式的那个观念 来看坐标的变换 但是东华版是特别清楚的 想要把向量的教学朝着线性怠速去 但是当时的课程标准并没有矩阵 其他三个版本几乎没有提矩阵 每一个版本都说了行列式 但是几乎没有说矩阵 黄敏晃老师的版本 有说他有一个标题叫行列式相承 但事实上他做的就是矩阵相承 然后再求行列式的那件事情 所以看到向量虽然在六十年版 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它的影响是有几点 第一点我认为在当时事实上 向量的教学跟和解析几何之间的关系 是蛮多样性的 甚至于比如说李新明教授的版本 他并没有把这个向量的教学 这个比较紧密的结合着解析几何 而是把它朝着线性怠速发展 这是先摆在这边的一件事情 另外再谈几率 几率刚刚说了在五十三年版的时候 是首度出现在中学数学里面 而且只有十几页 但是到了六十年的版本 它变成一个大的主题了 这个大的主题大概都出现在第五册 这个在第五册的地方 您看到而且每一本书 在这个地方都用了三章 三个chapter来讲几率 相对于在向量的地方 四个版本的差距非常的大 但是到了几率的地方就很有趣了 四个版本出奇的接近 我觉得这是他们最接近的一个主题 为什么呢 我个人的猜想是 这四位老师都不是几率的专家 所以他们就写得比较安稳一点 还有稍微特别一点的是 东华版的李新明请到周元申 特别只做这一册 第五册 只做这一册的校定 其他册都没有看到周元申的名字 只有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那么跟今天来比呢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今天我们的几率课程 基本上只讲古典几率 在概念上 其实在1958年的西方 特别说美国 英国吧 在讲这个几率的心理学 或者认知心理学跟这个教学的时候 都至少把几率分成四类 其中一类叫形式几率 我们就不要管它 那是纯数学 其他三类分别叫做 主观几率 频率几率 跟古典几率 或者叫理论几率 当然只有理论几率 就是古典几率 可以发展数学理论出来 主观几率就是你猜 凭的经验说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个有教育的人猜 跟一个乱猜是很不一样 比如说碰到物理的问题的时候 高永泉教授的猜 一定比我猜的要准很多 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事 主观几率不是没有价值的 今天大部分的人在生活中用几率 大概就是用这个几率 但是你如果随便猜一个数 当作世界发生的几率 只要那个数在零到一之间 你的几率就没人说你是错的 没人能说你是错的 但是一个有教养的猜 当然你要增加一些 其他的知识进来 那就是几率论 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你就可以调整 你猜的几率是不是合理 你就调整你的猜 另外就是当你可以做实验 可以做调查的时候 你有一些部分的资讯 那就是所谓的抽样 从这个部分的资讯里面 你可以得到频率几率 然后从这个频率几率 你可以拿来 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之下 你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真正的几率 当然这张老师后来放进去的 那个信心水准的原理就在这边 这些几率 其实就真正用数学来说 当然只有古典几率 可以发展一些数学课程 可是在60年版的 并不局限在这边 他跟学生就好像说故事一样 他们都会说直观几率 跟这个 就是频率几率 在这个范老师的版本里面 叫做统计之几率 其实就是频率几率的意思 那可是这一个特色 就很不幸的 72年版以后 完全没有这个特色了 就是说 我刚刚一再想表达的就是 频率几率跟主观几率 的确没有数学理论可以发展 但是它攸关于 今天我们说的那个 所谓的素养 大部分的人 在使用几率的时候 大概是那两种 来自频率 来自主观 但是你要怎么样 把那两种东西 在生活跟这个 工作所需的场域里面 用得好呢 你需要古典几率 发展出来那些几率理论 但是你不能不认识 其实你的频率几率 可能有它的信赖区间 你的频率几率 可能有它可信不可信的地方 你的主观几率 配合着一些 证据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权衡 这些素养 当然在数学课里不好教 但是完全把它 就是学生 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还有那种想法 的这个概念 这是我觉得 我们也该检讨的事情 这么说也是因为 看到外国的课本里面 都会有这个想法在里面 就是你先猜一个 然后如果你做了一些实验之后 你是要不要改变 你的猜想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 72年版了 72年版呢 它独占了15年 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事 事实上在它之后的 84年版 72年版就变成了 国家统一版 那就是说 只有一纲一本 既然只有一本书的话 那个纲要其实不重要 因为你只要看书就好了 你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就只有一本 那一本呢 它实际上一直出版到民国87年 那下一代的课纲呢 是84年 10月才发布的是没有错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要恢复成一纲多本 所以就有些出版社 跟审书的问题 把它延到了88年 才第一次出版 88年出版以后 马上隔两年 还是三年 我们台湾就开始 周休二日 所以上课的时数 就开始缩 所以接下来就 刚刚刘老师也告诉我们 接下来还有这个建构数学 九年一贯的这些事情 然后九年一贯 实施之后 那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 参与在里面的事情了 实施之后 没有多久 忽然发现 糟糕 忘记修改高中课纲 因为高中课纲会接不到 九年一贯结束的地方 所以赶快赶快 是张海潮教授 就赶快赶快 就做了一个九五站纲 但很多人不谅解 为什么你不干脆 做一个克纲就好了 那九五站纲 为什么后面要做一个 98克纲 其实我自己也不了解 究竟为什么 一定要在那三年里面 做一个改变 因为我没有参与的事情 事情在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来 看72年版 72年版 它的实际的影响是15年 但事实上我认为是25年 因为88年那个克纲 跟72的那个国边版 几乎没有差别 差异非常少 差异的非常少 就比如说几率统计 把几率统计切了一半 一部分留在高二下 另外一部分挪到了高三 那九五站纲跟88的克纲 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异 比如说平面上的 线性转换被删除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大家都还知道的 就是信赖区间 这件事情放进来了 那九九跟九五的差异 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大家都还是 拿72年版的 当做一个典范 就是说这是一个 典型在塑袭的事情 因为它 因为过去那几个版本 好像没有一个 是占据市场超过十年 而且是独占超过十年的 而这一个版本 超过了15年 而且是独占 所以习惯入人之深 所以过了这一段时期之后 大家都会认为 数学就应该是那样 所以当我们在99年 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要当时都说奇怪 要把几率统计排列组合 从第四册 挪到第二册的时候 那好像犯了 天下大不韦一样 就很奇怪 大家就觉得说 不应该那样 可是其实以前 也从来不是放在 二年级下学期的 那些主题 就是72年版 把它放在那个位置 而且连续15年 88年又继续 所以72年版的 这个结构 可以说是影响台湾 四分之一个世纪 25年来 我们基本上 用这个结构 在看 在设计我们的数学 好了 这个数学呢 就没有自然组 社会组的 至少课本上 不这样写了 所以它就 基础数学 从第一册到第四册 然后呢 在二年级的时候 又有统合 上下两册 那我们大家都可以猜想 应该是给高二自然组的 学生用的 那么统合说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些话 统合的数学的内容 就是将基础数学中的 部分主题 加以统长延伸 然后编写的方法 由实例出发 点点点 那我们来很快地 浏览一下 第1234册的内容 大约是这样 那我想在座的人 就算不是用这个课本的 也觉得很熟悉 就是我刚刚说的 不管你用哪一代的课本 它差不多就是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 有几件特殊的事情 第一就是 我个人认为 在某些事情上 它一定是有进步的地方 我们等一下会说 但是某些事情上 我认为它走了回头路 就是啊 它更宁为快撞 它更用数学的逻辑 来编 还有它更注重 教学的效率 教的效率 而不是学的 这个认知的发展 哪些事情 让我这么认为呢 第一 复数在过去 向来在高二以后 在方程式论 在高二下学期 或者是高三 复数向来在后面 但是这一次 复数到了高一 第一章 第一册第一章 因为 这个就数学家的眼光来看 我们这一代的人 大概都读了那本书 Rooting the Real and Complex Analysis 你把十遍跟负遍写在一起 是个很酷的事情 是个很高干的事情 所以复数就把 就跟十数摆在一起了 所以就数学的眼光来看 这是个很有效率 而且 很正当的做法 因为它都是数嘛 对不对 就是 它就是一个数系嘛 所以这个数系 至少在计算的部分 在第一侧就出来了 那么第一侧 一开始就把复数给拍出来了 所以二次方程式的虚根 当然就应该出现了 那么刚刚一直说的 代数基本定理 在这个地方就说了 它还是说超出范围 不能证明 但它就已经提出这件事了 那复数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高四平面 这件事情呢 也做了一个非常妙 其实就数学眼光来看 它是个非常妙的处理 就是放在三角后面 结合着三角的第二段 就是第一段的三角呢 把那个比较测量用到的三角 就是主要是虞贤跟正贤定理 在一大块里面说完了 然后下一块呢 就把另外一种 就是合插角公式 跟复数的惩罚 复数的集市 整个combine在一起 这件事情在数学史上的发展 看到洪老师都不敢敢讲下去 我很保守地说 它应该是两百年 但是在我们的高中课程里面 是六个礼拜 六个礼拜 十五岁的学生 要达到过去的 先圣先贤两百年的智慧 浓缩在那个地方 这是个非常高超的课程设计 就数学的眼光来说 它是极有创意的事情 但是应该没有考虑 学生的负担 可是那个时候 民国七十二年的时候 大概只有30%不到的 16岁年轻人会进入高中 所以或许当时 不太在乎这件事 不太在乎所谓的 这个认知发展 认知负荷 再来呢 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其实就是负数 事实上它还是 删减了一些的负数 如果我们把负数的集市 跟负数的标准市 就是A加BI的形式 跟R I Theta的形式 放在一起来 对照着看 大家都会发现 两个负数相除之后的结果 你用再把它换成负数的集市 那么向量的内积 跟向量的二阶行列式 以及它所代表的外积意义 就是那个垂直 对不起 那个平行四边形面积的意义 全都在负数的集市 跟标准市之间就看到了 所以其实平面向量 在数学发展史上面 是不存在的 因为负数就把它盖掉了 可是这里非常有创意的 就是讲完了一个 很厉害的高师平面之后 平面向量跟着出来 如果负数平面学得相当到位 这个学生看到平面向量 应该是 是piece of cake 他就应该非常非常厉害了 因为内积跟行列式 跟他们的几何意义 全部都在负数平面上面 全部都了解了 全部都深刻了解 然后等于是把一个深刻的东西 浅化 变成平面向量 所以我说 这一份课程有很有创意 而且很有自信 的做了一些创造 这个创造被老师喜欢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每个老师都数学系出来了 数学系的人看到这个东西 应该不会反对 而且觉得很妙 整合得非常的完美 可是问题就是 学习 就是学习者的事情 好 那在这些方面呢 他有回头路 但是他有一些进步的地方 我刚刚说过了 线性规划正式的进入课程 而且变成一个大标题 还有呢 还有一些可惜的地方 就是刚刚说 六十年版的时候 向量的教材教法 跟教学的方向 是不一一的 但是因为这一个版本 就变成统一了 只有一种看法了 几率也是一样 在这个版本里面 只有一种看法了 就是古典几率 但是要顺便说一下 七十四年出来的 国中课程里面 有实验几率 所以问题不是很严重 国中生应该获得了一些 频率几率的概念 可是八十八年以后 八十四年以后 国中不再有频率几率了 而我们高中也没有修改 也没有增加主观几率 跟频率几率 所以高中长期以来 就是只知道 古典几率这件事 不知道在素养上 在应用上 它可以加入 这个主观几率 跟频率几率 那我觉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它进步的地方是 它终于把数学分成三类了 不是说把人文社会 通通混在一起 它的 就在高三的选修 有普通数学 理科数学 跟商科数学 而普通数学呢 让我念 它说 它说普通数学要干嘛 普通数学是给谁读的呢 好 普通数学是说 内容偏重数学的基本知识 以供有志 攻读 艺文方面的学生 选修之用 同样的句型 在理科数学里面 它说 有志 攻读 理工 农医 方面的学生 那商科数学呢 当然就是 有志 攻读 法 商 社会科学 的学生 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觉得 很正当的事 这个本来就不应该是 把文跟社的人 跟商管的人 混在一起 可是这件事情 没有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 跟刚刚刘教授说的话 我觉得 我的观念是完全一样 因为 做课纲的人 有他的理想 可是考试不甩你 大学联考 从来没有分三科在考 从来没有分三个轨道 来评量学生的 所以呢 这个学生被迫 你不能在高二的时候 你就选 我就是读人类学 将来我就是要读哲学 读人类学 我不需要什么什么样子的 数学工具 你就算这样做了决定 但是升学的管道 没有那条管道给你做 那这个版本 还有一个特殊的事情 是转移矩阵 我讲完这个故事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 矩阵 第一次正式的进入课程 就是七十二年版 但是当时的矩阵 并没有线性组合的想法 当时的矩阵 就把它当一种怠数来看 那是一种很特别的 没有交换率的惩罚 的那种怠数 也没有消去率的 但是在二支一 一直到二支五 全部都在讲 这个用怠数的眼光 来看矩阵 到了二支六 突然有一节 叫做矩阵的应用 矩阵的应用 说了甲乙丙丁 四种应用 四种应用 我觉得都非常可怕的难 其中以这一种应用 叫马可夫链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三份报纸的订阅率 续订率 然后经过几年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经过了无穷多年之后 它会稳定到什么状态 然后并没有去说 极限的存在性 也没有说特征值 跟特征向量的概念 就直接到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一段的例子 很奇怪 它跟其他所有的高中数学 长得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跑去问人说 这个事情是怎么进去的 问来问去 就问到林弗莱老师 原来就是他把它弄进去的 因为在当时 民国七十年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他快要去剑桥读书之前 大家在想说 民国七十年 是个Apple II跟IBM PC 的那个时代 都说我们应该要放一点点 这个数学的应用在里面 那回应这个想法 并不只有这件事 整个离散数学统计 还有这一版的课本 在高三上学期有演算法 有数值方法那一章 这些都是呼应当时认为数学 应该跟计算机科学 有所连结的那些实际的作为 所以在离散数学里面 实际落实在哪里呢 就在矩阵的应用 那一节里面 那一节举的四个例子 是林弗莱老师 在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建议的 他为什么建议呢 因为他在复旦大学留学 在美国的复旦大学留学的时候 做TA的时候 当过这门课的 不是助教 那时候是TA 但是就是交易门课 他的书架里面还有这本书 这本书的封面 我帮他打开来看 他还手写的当时他的课表 很有意思的就是 其实就是这本 Thomas这本书里面有那几个例子 然后林老师建议了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建议就进到课本里面去 而且变成一个非常 分量非常可怕的一节 事实上这一节也没有发生太多的效用 因为联考从来不会在这里面出题目 但是呢 这个东西就这么进牢 就这样子算是个意外吧 意外的邂逅 但它就留在那里了 它没有走开 转移矩阵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 它结合了太多太多的知识 太多太多的东西在 在我们的数学课程里面 我们数学课程里面很少 这应该说没有其他的一个例子 会结合那么多不同的知识 整合在同一个单元里面的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 但是这个东西呢 到了民国88年的版本的时候 几乎所有刚刚说的四大 的矩阵的应用 其他三个都删掉了 只剩下这个就留下来 留下来当作矩阵乘法的一个例子 但是反正就是一直留到了今天 那么72年还有两件特殊的事情 就是统计正式的出现 民国60年没有统计 72年从国中跟高中同时进了统计 那当时也许有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 我看到高中的统计 其实跟国中的统计 有相当多的重叠 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 就是维计分出现 维计分出现在72年版的高三 而且维计分呢 后来从88年95 99年一直到107 都是或多或少的 进进出出我们的高中课程 但是基本上都维持在高三的 这个基本结构上面 好 我的时间呢 也就差不多用完了 跟我昨天晚上想的差不多 我就只能讲到这里 那88年跟95年的事 大概就是在座的大家 实际读书跟参与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说了 那我刚刚前面已经说过 88 95年都受到很多很多的影响 就是72年的这个影响 我请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的几率的教学 我们统计的教学 我们向量的教学 还有我不太有时间说的 我们的维积分的教学 其实有很清楚的 历史的痕迹在那边 当初有人这么做 我们就跟着一直做下来 其实并没有一些必然的 或客观的理由 我们是这样做的 其中一个最typical的例子 或者说最夸张的例子 就是转移矩阵 它并没有一个很特殊的 脉络的理由 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 它就是某种意外 一个instance 我们想到这件事 有人pop up这个idea出来 然后被接受了 放进去了 然后大家久了以后 就认为它应该是高中课程 但是我刚刚特别举了 那几件事 包括代数基本定理 转移矩阵 线性规划 其实都是我国特有的课题 其他国家的数学课程里面 是没有的 好 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他们两位精辟的演讲 谢谢他们两位精辟的演讲